大家好 我是华星MELG 今天呢是1月25号 我身处地方呢是全国最大的20手机批发市场 为大家讲述了真是老往情 首先呢是13pro max128G的 手里这台呢是充电只有几次 然后外观橙色呢 还比较可以的机器 因为它要白色嘛 白色可能说边框呢会有很轻微的一些老化 但是这机器呢是孙世产年份非常新的机器 它都会这样一点 如果说你不是特别喜欢白色 很介意氧化的 兄弟们可以不要选择这个白色啊 然后12pro 12pro max白色变光是可以抛光的 这样13 这种系列以上呢是抛光不了的 像这个机器咱们拿后呢是4300块钱 因为它充电少 电池高 所以说价格真的是贵了很多啊 贵了好多 这个呢是14pro max 1tb的每版有锁的卡电机 这个机器咱们拿后呢是5250块钱 它是1tb的 对比256的512呢贵不了多少钱 外版机器的大内存真的是非常的优势 不管是有锁的还是无锁的 对吧 etb的呢 可能说对比一下256的也就贵个大概600块钱啊 14pro max 13pro max 都是这个样子 如果说你觉得因为国行的13pro max 14pro max 那对比256的那说句实话 贵了可能差不多1000了1000以上的 甚至你看15pro max 现在贵这么多 对不对 这个呢是一个13pro max 256级国行的库存的准新机 这台手机还有盐宝 然后还没有过期 然后这个机器呢是充电只有0次一次 万万六是准新的 这种机器真的是非常的少啊 也要箱底的货 而且它还不是那种1978的 那这种机器真的是非常的少 那这种机器 我们拿货呢是比较贵是5550拿的啊 这种货呢 可能说整体成色各方面呢 都还是非常的精品 但是比一般的二手呢 那是贵的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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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对不对 但是但是有很多兄弟的买国行这种机器啊 就想买这种品质的也非常的适合 这个呢是X10256 也是个日版的年份新的光换机 咱们奥哥这边呢是会每天会更新很多这种精品机器的 如果说对于一个二手你想买一个比较新的 对吧 二手里面同是二手但是比较新的那种准新机呢 你可以多留意一下啊 关注一下我的视频是的等等 对吧 因为这种机器咱们都是花高价 找人呢 拖来勤来的 但这种货呢 比较的稀有 比较有什么 吸引力 兄弟们下手里呢这个X1016收的电池呢非常的高 对吧 手正常的XX 手机10万 那种换电信的我1450就行了 对吧 这个呢是12米128G的 这台机器也是2000 这个咱们机器呢是1850收的啊 正常的都不要这么贵啊 兄弟们 这种机器要比正常手机贵300 甚至300的可能不止 但是电池高啊 因为很多兄弟呢 反正我是领悟透了 很多兄弟买这个二手的 又想买电池高的 早先呢 大家就看橙色 现在你想要电池高的 又不想去换电信的 买原电的 加钱 我们拿货也是加高降来的 那些人做生意的人都是很精明的 都分成一个369等 对吧 这呢是华为的一个Mate50Pro 8加5142G的 外观成色算一个95成星吧 这机器咱们拿货的是3550块钱 像这个机器呢 电池也非常高 99%啊 这是 像华为这种安卓机器呢 它的512跟256差价会比较大啊 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其他机器真实的奥行情呢 都会在评论下留言 你们的问题呢 奥哥都会一详细的回复 感谢呢 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的观众